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行啊 没大错是吧 没有 行行行 小片里说他只忙工作不顾你 或者说不顾家是吗 是的 这是你的感觉还是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而且你想的可能更严重 你说说吧 我们是2013年结的婚 然后在第二年我们就要了宝宝 因为宝宝需要人照顾 我就退下来 然后做了全职妈妈 因为我没有了那份工资的话 基本上家里面的生活开支 都是需要他来负担 那你在做全职妈妈之前是做什么的 做酒店管理这块 之后因为他考虑到家庭负担比较重 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婚庆策划的工作室 就是因为自己开始创业 他就越来越忙 就是对我比较忽视 对宝宝也不是很重视了 就忽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般的话回来不太跟我说话了 也不太问宝宝的情况 宝宝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 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你一个人 他从来没参与过吗 不会吧 他基本上不参与 他除了是宝宝的满月 一岁两岁生日 在其他平时的话 都是在忙工作 宝宝身体要不舒服 去医院什么他会去吗 帮忙吗 他不帮忙 他只去 什么意思 就是他去 就是像探病人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 那一天是因为 宝宝有点拉肚子腹泻 我就比较担心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就告诉我他很忙 然后我暂时没有办法回来 但后来宝宝就发高霜 我实在没有办法 就自己带着宝宝去医院了 医生说 他宝宝因为腹泻会比较严重 那么需要掉水 宝宝那时候可能比较小 大概一岁还不到 所以一发烧 他晚上就会睡得很不好 老是哭 我就一直抱着宝宝睡到天亮的 他到第二天早晨才来 晚上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那晚上去干嘛了 因为在工作室有一对新人 可能需要我为他提供服务 所以说其实当时我心情 什么新人要提供一夜的服务 没有 是这样子 因为从新人交定金开始 可能我们跟新人之间的话 就要达成某一种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新人可能会无时无刻的 就会发信息或打电话 我们还得必须得接受 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觉得 对他不够重视 那天晚上 实际上我们聊得很晚 我内心非常焦急 我也有和新人沟通 我可能家里面有急事 但作为新人来说的话 他不够理解 所以说我也是很尽量地 在把我们的这个事情 给尽快做完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迟了 我也是到第二天早晨 然后一早就赶到 就是一夜都在给新人服务 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谈到将近十一点多吧 那正好去医院没问题 因为那个点的话 可能大人小孩都已经休息了 也不方便 而且像我 因为小孩生这个病 是属于病毒性感染 这种病的话 在前几天 我事实上每次回家 我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 就是先洗澡 才能去跟小孩接触 那次可能是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这么去做 所以小孩生病了 我觉得和我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那天晚上 我就没有选择过去 而是第二天早晨 再选择去医院的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